丁,尊敬的宿主,您今日的享乐内容是 1.余货码头 2.现金十亿元 3.商业间门店一间 我的天,余货码头,那可是江州的第二大码头 以后我的邮轮有地方停了 系统,我选择一二进行今天的享乐 丁,恭喜宿主,现金十亿已到账 余货码头已转移到宿主名下 系统,给我兑换一枚女神勋章 将余货码头兑换成永久 丁,恭喜宿主,女神勋章兑换成功 丁,恭喜宿主,余货码头已永久转移到宿主名下 今天没什么事,正好去看看这余货码头 十三先生 六子,你现在可以把船开到余货码头了 顺便补给一下 是,十三先生 我说石英,说好了等半个月 我们会把钱凑出来 到时候余货码头租给我们三年 你怎么临时变卦了 张总啊,已经过了半个月了 你也知道,最近码头经营不善 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再说,你只是租赁 现在余货码头已经被其他人全款买下了 你说什么,全款买下 你这码头虽然最近经营很差 在便宜每个几十上百亿下不来 谁这么大的手笔,直接给买了 这个我就不便给你透露了 张总,你还是带着你的人离开吧 若是继续闹下去,谁都不好过 石英,要不你帮我联系联系买主 我从他手里租也成 这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哪来的小子如此没礼貌 没看到老子正在谈生意吗 十三先生,您来了 嗯,这人是谁 他是张司,想租赁余货码头 你就是买下整个码头的那个富豪 正是 那我们能不能谈一笔生意 你还是放弃吧 我既不想卖,也不想对外租赁 你这人出手倒是阔绰 做人却如此小气 不会因为刚才对你说话语气不好 就记仇了吧 咱们都是生意人 只要你租赁给我 绝对让你跟着赚大钱 如何 你耳朵是不是聋了 十三先生差你那点钱吗 不差钱 那你买码头干什么 不会是买着玩吧 你说对了 就是买来玩的 正好用来挺我的邮轮 哈哈 你为了买这个码头 估计已经倾家荡产了吧 小子 年纪不大 吹牛的本事倒不小 大胆 怎么和十三先生说话的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们老大 还敢还嘴 小的们弄他 是 狐个 我打不过十三先生 还打不过你们 我这二十年的螳螂拳 你们挡得住吗 你完了 敢和我们斗 我让你这码头看不下去 还敢威胁十三先生 我让你威胁 还敢不敢威胁了 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 不敢了 虎哥 虎哥 你快住手吧 我不敢了 哪来的豪华游轮 我的天 这不是格里尼亚号吗 怎么到江州来了 十三先生 格里尼亚号已经安全返回 嗯 干得不错 先不挤一下物资 等我通知再出海 是 十三先生 这 他居然真的有豪华游轮 还是价值上百亿的 格里尼亚号 这样的大人物 我竟然敢嘲笑他 还好他只是打了我一顿 要是真想弄我可太简单了 十三先生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和我一般见识 我这就自觉滚蛋 十三先生 这码头真的只是用来停泊这艘游轮的吗 那样 岂不是太浪费了 当然是要继续经营下去 我的目标是 超越排名第一的江州码头 十三先生 咱们码头虽然吞吐量不差 但是如今 资金周转困难 半死不活的 别说超越第一的江州码头了 活下去都十分困难 钱已经给你转过去了 好好运营 若是不够再告诉我 您的银行账户已到账十亿元 我去 十亿 十三先生 用不了这么多呀 十三先生不是说了吗 让你好好经营 格局大一点 超越江州码头只是第一步 以后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码头 十三先生我说的对不对 小虎这会脑补能力有点强啊 我暂时还没想这么远呢 小虎说的没错 十亿你有没有这个自信 以后我最少每天给你转十个亿 每天十个亿 够了够了 十三先生 我一定会尽全力运营的 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嗯 六子船长就交给你接代了 是 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